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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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比赛有多紧张 他都能应对自如 完美衔接 妄辞了还能让观众为一只拍手叫好 大概也就只有他了 实在是强的可怕 总之 他对待比赛的态度和他的创作能力 我是大心底佩服 不得不给他一个大大的瑞丝败 不得不提 倒是去年闹出的和他李小璐的夜宿门 也是让尸瓜群众过足了瘾 不过说到这不管事情真相到底是如何 我相信本在事业上升期的 倒应该不是各傻才是李小璐混迹娱乐圈这么多年 也不是一点手段都没有的 这背后也就是各路人士水军的操作罢了 毕竟当时他出事的时候正好改上和老冬眼摩登天空解约风波的顶端到底是谁下来的幕后黑手 我们就不知道了 中国新说唱如今已经到了嘉宾帮唱的环节 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由长静和那吴克勒的合作舞台飘向北方 主唱大人尤老师真的是靠实力疯狂圈粉 不少网友表示 要是所有偶嗆团体都能有这样的实力 中国男团大概就可以了 去年那偶像练习生却是培养 让了不少养眼又有实力的小哥哥 由长静作为前九进入组和百分九少年成功出道 Vocal的实力绝对的不容小觑 但晚的帮唱表现更是亮眼 舞台真的好然好扎 两个人真的配合得很好 唱出了梦想 唱出了信仰 唱出了每个北漂在外奋斗的心酸和心声 但在艰难也好也都要坚持下去 我们的梦在哪里 我们就飘在哪里 因为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 实至名归的独贯热门人选 VADA和刘百新另一位非常值得关注的选手 我想就是现在还留在台上的刘百新了 说到这个人我们就不能不再提起去年的中国有稀罕 刘百新不管是长相还是打扮不得不说 总让人脑海中浮现去年参加比赛的也是最后留下的唯一的女选手VADA 此前两人还有合作 不过两人还是有各自的鲜明特点 相像也只是一句玩笑话了 刘百新在上节目前的一波热度 完全是男友小白给的了 想当年的Brand B5当初是时候 一波操作骚得让人瞠目结舌 好兄弟到先抛开不说 红花会也是干脆利落的退了干净 为了前途白药龙摇身一变成为白景毅 然而这波操作 好险也并没有什么过大的作用 最近的它依旧是没什么动静 倒是红花会最近要有大动作了 被想念了一年的粉丝念了的红花会 终于重新开始活动了 虽然并没有正式的演出活动 但是作为红花会主办的说唱比赛 干一票可是重出江湖了 红花会成员也到场助阵 让现场门票可是一抢而空 你没疯狂剁手丁飞 什么时候把歌放出来